我们现在想听报道有医疏 我是金贤 我们人生命的一开始 到现在我们当中 你这么开心 在过一季的时候 越来越多岁 其实台湾也越来越老 怎么离开这个疑地 越来越多讨论 那也有医学上的 也有伦理上的 今天给大家讨问的是 一个医生 江胜江医师 他在推动台湾的安乐死 而且事实上他也有发起公讨 在第二阶段停了 因为人家没教 江医师你好 江医师你好 江医师 他之前是 马改变医资深的医生 他是英国 Glasgow 一个很好的台湾 他的遗传博士 也是一个医生 先请教 他也做过虎三科医生 那虎三科就是 就是让人开始 你怎么跳起 跟人家再见 而且这么关心这个议题 这样说 因为这是生命两端的工作 我过去三十年 马改变医师 是做虎三科医师 虎三科医师 大家的印象是说 这是接生 但是如果做三十年 你有这种经验 你就知道说 差不多25%到三分之一左右 他最后的结局是 因为妈妈的健康因素 还是孩子是胎儿畸形 有很多很多 法律上的困难的问题 必须要终止认诚 就是说堕胎的意思 所以不是说 所有的怀孕都是欢喜的 所以有相当的一部分 到最后是必须用医疗上面的处理 让这个怀孕中止 所以有相当的一个 长的时间思考 这些有关于 围绕在这个议题上面 有些伦理 然后法律问题 因为我现在年纪了60岁 所以我有点 有点感觉 跟摇篮比较远了 跟这个魂目比较近了 所以开心这个时刻 因为过去人当 我提早提供 来照顾老婆老母的这个情形 发病的这个情形 我自己有很亲爱的感想 就是说 我自己又重复 在那个情形 我们父母这个情形的时候 我要怎么处理我自己的事情 因为我们85岁 我们爸爸妈妈这代的人 比较没那个观念 我这代在做医生 还看世界这个议划 关于安乐死的合法化的问题的时候 我有一个亲爱的感想 就是说 我在我这代 应该就要有一个 合法化医 让这个人 可以办理来做到 像说 没有做治疗 没有做人收 然后已经有受到好的照顾 他更清楚的时候 他可以来医生 一旦在河南 我就是说 可以两个医生 看过以后 同意以后 以后 他可以带你 还可以请问他 让你下留 让你死去 就是减轻你的痛苦 我们就去牛津检 那个副达人 就是说他很痛苦 他就去国外 处理 做安乐死 是 副达人这个例子 就是说 让我们有一个 很明显的 可以了解 他很清楚 透过媒体 大家让我们知道 他很清楚 他决心 外国这样打网 他说他花三百万 去水洗 这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行动的问题 让我们可以输口 哪个问题 这个就是说 这个 他要三百万 有好利害人 才可以去外国 解脱 现在台湾有17万人死 没有人是要怎么办 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 他去 这也是处于 总共的自杀 自杀 他们的家属 也是来协助 去那里 去两座 所以这个社会 都给公布 我们的检察官 也没有来取消 不是协助自杀 所以表示 我们的检察法律 也是默许 所以这个 这就是 两个法律 成为 大家 我都了解 他现在是这个情形 我爱 要做这个 这个步骤 所以这给这个社会 一点省思 就是说我们不定要 比较快 因为我们的老人化 也越来越老病的情况 不一定 光台里面不是 低老人 光台 三分之一的人 是65万人 死亡 每当 每当的通计是这样的 所以光台里面 有的孩子也是这样的 有的孩子也有感 孩子也有辛苦的事情 所以这个事情是 无分 老 小孩 老人化 是一个 而且急速老化 是一个我们台湾 一个跟日本 紧追着日本的形象 所以应该让清楚的人 脑袋清楚的人 有一个选择的项目 来 现在我问的是 江胜医师 江医师在推动 这个台湾的安乐死 你刚才说 让你60岁了 你也感觉 自己也开始想这个问题 这是你所谓的安乐死 因为现在台湾法律上 也是有所谓的 病人自主权利法 就是说 患者如果觉得 自己真的受不了了 只要合乎几个 例如说不可逆 是很痛苦 那他也可以比较消极 就是说 不要再让他们插管 开桌 其实这也已经是一个方式 你心目中 你说的安乐死是什么 我们要了解 台湾的整个 希望的法律 主要有 目前有两种 第一种是2002年的 所谓的安宁法核条例 看来开始的时候 开始整天是说 与后来是说 像是建栋人 看来人 他清楚的时候 也让拒绝 以便的所谓DNR 就是不要急救 不要插管 不要等等 这个是法律的 2002年的规范的 但是他的最大的问题 其实某种 因为这些是安宁缓和的 这些前辈们 他们所推行的 不过他的逻辑上的错误 就是有两个主要的错误 第一个错误 是因为规范死亡 在国外是叫自然死 像加州是1970年代 所推过的自然死 但是我们台湾就好像 把它变成说 所有的死亡都要经过 安宁缓和 这好像说 大家就是死亡 一定要变成到 安宁病房去 这个叫做钻卖 这个有造成 这个意义上的冲突的 一个可能性 因为死亡有 面貌有千百种 所以说一定要经过 安宁的病房 而且安宁的 目前的来讲 部分都附属于在 大医院 大医院 不完全是 所以问题是他在品质上 在质量 质跟量上面 都没有办法承担这些 一免17万人死亡的 属母 这是他的一个局限的 就是不一定够就对了 这个病房不够 对啊 其实你能这么说 所以因为他主要是 要做教学 要混乱安宁的遗书 让他能处理 靠自己的机构 在家安宁等等 那现在不是 我们都来附属于医学中心 那这点 尘埋也尘埋也尘埋 所以这是 这是无法理的 还是无法说 完全 cover所有的死亡的案例的 一个主要原因 这是谁点 第一点就是说 今年 2016年就已经通过了 这个所谓的病人自主法律 今年开始 1月开始实施 这个法律是所谓的ACP 就是事前的 比如说 你失去能力 因为有时候你现在老清醒 但是有时候突然中风 车祸 等等的意外的情况底下 你有一个所谓的 事先的医嘱 你告诉你的医疗的代理人 比如说我变成植物人 但是我可以说 我不要那个管子 不要那个喂食管 换句话说 让我不要喝水 不要进食 让我自然死亡 所以这一种是所谓的被动的 那这一种的是 当你头脑不清楚的时候 当你不清楚的时候 你有这个权利 但是你必须要去 那个不合理的地方是在哪里 因为卫生署规定 我们只有在 97家吧 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 97家里面 必须去做咨询 然后要花3700块钱 对 这个我觉得无法理解 就是医生跟病人 的关系 为什么要定的这么 这么硬的方式 一定要这样 而且这个还有一个逻辑上 最大的困难就是什么 因为医生常常会讲 死亡人家没得罵啊 另外你的代理人 或是其他人开始吵架的时候 你无法预患 因为你已经失去能力了 所以你即使是你定了这些的 说我不要给我喂死 让我好死 但是你的代理人 因为种种的复杂的 或者不同的原因 你还是没有办法好死 所以这还是一个不够的情况 而且他们那个时候 已经失去能力 所以第三种 就是说我们所说的 所谓un nurse 就是说你是头脑清楚的 你的意识是清楚的 你得了不可控制的疾病 无法忍受的疾病 而且还有在 这个荷兰华里 你说他有所谓的 就是你已经受到 适当的照顾 而适当的照顾以后 这三项都符合条件 然后你的医师 通常都是家庭医学科 就是跟你熟悉的医生 像家庭的家人一样 他知道你的 在生前的 你的意志的表达 都非常清楚 一旦你发生这样的情形的时候 他经过他的 然后再经过另外一个医生 两个判断说 OK这个真的是 就是如他所愿这样子 这样的话就 这就是所谓的un nurse 因为我们现在台湾讲un nurse 我很怕用un nurse这个字眼 因为你我他的un nurse 定义都不一样 所以就因为定义都不一样 所以大家就是讲东就讲东 讲西就讲西 这个就变成困难了 那现在有好问是这个江生医师 其实江医师已经60岁 不过他关心这个 安若是这个医大 已经变成很重要的一个 他自己很投入的议题 你有说 安若是这个医大 会对你一世人 好 那为什么会变成使命感这么重 你做什么事情 为什么使命感这么重 就是因为这样 因为我一向是 我虽然是当妇产科医师了 但在麻洁医院的体系里面 因为长久的时间我也 麻洁医学院在2009年成立的时候 我去当他们医学人文的老师了 我在麻洁医院的体系里面 也主要是负责医学教育 那医学教育里面 我又负责医学伦理跟医学法律的部门 所以我很早在2003、2004年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那2008年的时候 我也替台湾新生报写社论 那有关于社会每次有发生案件 比如说不堪疾病 痛苦 然后跳楼 卧轨 先生打死妻子 然后妈妈捏死小孩子 所以是这样 然后变成犯罪 其实这些在西方的定义就是 这些叫做都是为了慈悲而杀人 结果误触法律 所以我是觉得像这样子其实还蛮悲伤的 所以每次看到这些案件 也许大家只是看看报纸就过去了 但是我每次看到这样我都会觉得让我心 就是要思考说 为什么没有一个适当的出路 没有人不死 这条路是大家都要走的 那这个安乐史这个部门 如果就荷兰 荷兰大概已经也进行了35年到40年 其实它合法化是2002年才开始 距禁大概已经实施了16年 但是其实他们执行的经验已经35到40年了 所以他们的经验给世界上的国家都有启发就是的 所以台湾不会是世界第一个国家做这个事情的 所以很多的这些 包括现在有的我们思考这些西方国家 欧洲国家 主要就是像比利时 荷兰 瑞士 美国有八个州 所以台湾不会是第一个执行 而其他的在其他先进国家里面所已经执行的这些的 这些在医学文献上面的报道都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是觉得从他们的这些文章里 只要仔细的思考研究 然后知道他们的如何处理 以荷兰来讲 它实行的是个30多年来 没有医师被起诉 所以他不会冒自己的指导要被吊销的这种情况底下 去做所谓的违法或者规划的事情 他们的统计都非常的清楚 这个江医师 因为你在推动安乐死这十多年 你妈妈会离开 然后你看到从父母的贵心 你会去回想到说 这个法案要通过 就是你在推这个运动的重要性 你觉得说面对你本身是医生 那自亲的亲人他要走了 那你觉得可以做什么会 是因为我有时候 我妈妈是最后是 她是 我回去的时候她还好 前年六月回去的时候 她跟她24小时相处以后 才发现她有一些问题 其实在她的过程 我都有做一些的记录 甚至是录影 才发现是有一些的失智现象 然后有一些多疑 然后最后就 因为她还有八经事证 然后最后就 就是瘫痪了 所以就 她失去她的独立性 所以我一直 从小就跟妈妈一起生活着 所以我知道她的性格 她的优美等等 那我也深受她的人生观的影响 那我知道她那个时代是 她那个年代的人 八十七岁的人 是没有这种观念的 但是她很清楚的跟我讲 因为这个疾病 我知道她会慢慢的进展 包括到吞咽等等 所以事件上我们也必须要 就是要说 那如果在真的 没有办法吃的时候 你要放那个管子吗 她也很清楚的表达说 不要啦 不要撑这个啦 所以 然后她 因为爸爸是先过世 爸爸是洗身洗个七年 所以 爸爸过世以后 我看她每天早上 我们扶着她 她就跟爸爸的遗像 打招呼 她就用拜拜 好像用拜拜的方式 这样给她打个招呼 那其实她就跟我讲 她说 她现在最希望的 就是她没有讲话 她就用手笔着天空 就是说 这个意思的 后来就是有一次 就是她拉雪 可能是肠子有一些的 酸酸还是怎么样 所以当时就 因为她很清楚 她的生活品质 二十四小时 都是在床上的 一天站起来的时间 人家扶站点的时间 不到二三十分钟了 所以 她坐在椅子上 也不到这样 所以都是躺着 就虚弱 有时候她就会讲说 她连蚊子都可以欺负她 所以 在这样的局面以下 她其实也很勇敢 后来我们就 没有让她 就是听她的意思了 那家属也就 共同决定 就不让她做那些 清洗性的开刀 切肠子的这些的动作 所以她在 安宁病房躺了十四天 中间就是让她止痛 然后陪伴 就是这样 那我当然再会这样想说 如果我处在 我母亲的局面的时候 我如果看一看 我的电脑断层 然后我看一看 我的状况 我会告诉医生说 因为应该这么讲的 有几种会让 在这种情况下的死亡 当然你 如果你很清楚 你可以 当然可以要求 安乐死 那就是医生打药 在荷兰的话 就是让你死 另外一个就是 医生可以开处方圈 然后让你自己 喝下药物 自己死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可以因为 比如说有些 到最后会喘 会非常的疼痛 或者不舒服的情况底下 有些医生会 因为病人的要求 给他打马飞 那打马飞的情况底下 如果马飞 因为马飞 如果剂样比较高的时候 会依次呼吸 那有时候我们目的是 解除他的痛苦 呼吸上 或者是各种不舒服的症状 但是因为 气量过高 而导致呼吸抑制而死亡 这个也是会发生的 那另外一种就是 有时候 临死的时候 有些人会躁动 因为疼痛 或什么 很多的 在加护病房的时候 就是 在我们过去经验里面 就是 这些病人会被束缚 束缚就是把手绑起来 这个时候就有点凄惨 因为 比如说被插管的时候 他会躁动 那有时医生会给他 所谓的比较深度的症状剂 这种就是 因为他会去抗拒他的管路 拔掉尿管 或者拔掉他的气管 所以他常常被绑住 所以有时候 可能在医院里面 看到这个 令人不忍 但是问题就是 医院的人手 也不见得够的时候 他插的管子 你把它拔掉 他又要插进去 所以他的 那些妥协的办法 就是把他绑起来 那这个当然就 这个又是 又是令人不忍 所以有时候 就会给他 比较深度的镇静 那这个在 这个比例 那这种也是 某种程度也是 安乐死了 所以这么讲 就是让他是这样 所以他的定义 在安乐死 在荷兰的定义里面 大概有这么几种 所以你如果说我 我看我母亲最后的14天 我会觉得说 我的话 我会在一刚开始的时候 觉得说 我这样子 没有去 我可以提早死 不用再多后面的14天 或者说10几天 或者有些人会可能更长 或者是20天来着 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 为了这个生命 最后这一段 因为我们不是为了好 我们知道我们是为了走 那是不是还要增加 那么多的苦痛 我想江医师他很尽力 而且他也走去下火 大街小巷 希望大家作为来 联署 让公投成案 那因为明年又要选举 你会再提案吗 这个案子我这样讲 因为去年 我们必须要很务实的说 公投其实是一个 耗钱又耗时间的方法 我以前也很天真的 因为过去的是 因为美国人的例子 美国人的例子 在加州 在奥瑞冈州 奥瑞冈州等等 这些州都是用公投 不过我们台湾在去年 第一次实验公投的结果 各位的情况 也看到情况很乱 然后别人的权利 也可以拿来公投 还有公投的技术上层面 最后开票也变成 因为太多案了 通常超过去年 好像有八九案 还好 后来其实是没有进去凑 凑这种也好 让我们多思考 因为你公投案成功了以后 只是在台湾的话 变成一个象征 所以目前的做法 我知道有一些团体 包括这些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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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达人的 这些第一个成立的 这个安乐史团体 目前是在游说 立法委员 立法委员 那不要立法委员提案 最后如果他们能通过 那就是更 缩短的这个步骤 所以 你现在要走的是 直接从立法这边 去做说明 我现在这个是合理的 报章杂志的 有关于民意的调查显示的 大概我们台湾民众 赞成某种 形式的安乐史 大概有七成到九成的 所以他相当高 OK 所以即使是 让他们知道 这是一股鼻翼 反而是 或者这样 表达意见 那可能会 也许是会更快 效果会更快一点 是 希望 那我们今天很谢谢 我们这个江胜 江医师 这个 在推动台湾安乐史之路 身上看那么多的死亡 包括自己也有 看爸爸妈妈 我们会觉得 副产科医生 都是看到那个 哇哇哇 但是他看到了另外一面 然后走这个 其实说起来 做以前跟去路上 叫人公投连署 是很不同的待遇 没错 是有点 是辛苦了一点 是啊 好 那我们今天谢谢江医师 谢谢 谢谢你 拜拜 拜拜